当初他是看到我生活上 工作的环境很不好 精神压力很大 所以他就拿了一本 《教教严寿药师佛》 他说 就在了 好的 你就念了 《教教严寿药师佛》念了一段时间 他就在拿了一本普文里 他告诉我说 我们凡夫要求多多 还是求过《教教严寿药师佛》 所以我也很乐意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念大杯酒 念一些金金 不过那个普文品他不认识 所以拿过那本普文品也很高兴 普文品已经念这滚锅烂熟了 把他自己的船上是一部脚 他可以把从头一部 就是整部把它背得完了 还有有一天我到澳洲去看他 他就拿了一本《无恙奏经》给我 他说孩子 孩子 他说这本比那个还好 然后我就说老妈 我说你有完没完 我说为什么一本过一本 我说普文品我今天很好了 因为那时候我生活已经很顺利了 也没有 因为念普文品了 念到晚上 恶梦 我还可以念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来自我了 念到我有发生什么真正的 有工作上有一台疑问 晚上他老人家都会现身了 他帮我解决这种物质 他还帮我渡了很多的小孩子 所以我跟他讲说我不念了 我说普文品够了 我说你不要再拿什么给我了 我就是要我认定这本书吗 他说拔一指拔一指 他说无恙奏经 你懂吗 阿弥陀佛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阿弥陀佛是什么 还不知道阿弥陀佛是 德方大圣 我说什么阿弥陀佛 我不知道 他说不可以乱讲 不可以乱讲 他说他把那国的嘴巴 他说不可以乱讲 不可以乱讲 他说阿弥陀佛 是观世音菩萨的老师 是观世音菩萨的师父 你懂吗 念徒弟不由念师父 我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真的 他说这本无量寿经 最后一本的我告诉你 没有再多一本的 就是这一本是最后一本 他也没有拿你安妮陀佛经给我 他就是拿这本无量寿经给我 哎呀 回到街里来打开那本无量寿经 这家是太难念 又长 我们工作又多 每天晚上呢 他念到晚上要两点 我才可以有的寿经 你刚刚开始念 要打开那个CD 你说那还是卡帖 没有CD 是卡帖 卡帖是两张 两张卡帖 所以每一次 都用三个酒时间念完 这一部无量寿经 哎晚上一两点 才有的上床寿经 那时候我现在的脸 就开始变颜色了 哈哈哈哈 因为什么你每天晚上 就是用这半夜三个 半夜三星还不讲 你是两点三点的 那时候就开始我就说 找了找了怎么办呢 师父很慈悲啊 那时候师父就感觉就就有两个 找碗课出来 有找碗课 找上就是第六品 碗课是三十二品再三十七品 那时候我心 我的心头是放了一块大石头 我在安利淘淘 真的是感恩 那很容易嘛 第六品 小上第六品十五分钟 晚上三十二品 到三十七品 半个小时就搞底了 那时候就开始就这样长 然后呢 问他相信不相信呢 我还是不相信 主要的是 听话 很爱妈妈 很听话 妈妈讲什么不敢不敢反 就甚至不敢过他,不敢逆他了 因为每次打电话,他就会问他 你有念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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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讲有,我一定要念 如果讲有,不念 我自己心不安 所以每次就是这样,主要就是找听话了 然后呢,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每次遇到他,就问他说 老妈,你有把握可以往生吗? 每次看到他就是这样,问他 老妈,你有把握往生吗? 他那时候,刚刚开始嘛 他也不敢确认,也不敢确认说 他会不会往生 一直到,他要往生之前的三五年了 那时候,也就有一段时间了 我回到澳洲,我问他 老妈,你有确定你能往生吗? 他说,孩子啊,往生的历史很多 你也是看了很多 为什么你还不相信呢? 我说,不是我亲眼见的,我不相信 你要表演给我看 我告诉我妈妈 你要表演给我看 你的表演,我才真正的相信 如果你表演不出你往生的话 我是不再相信信徒法门的我 他那时候,他就认真说 什么?他说,你念了见多年的经 你还不相信 他说,你可以不相信老妈 你不可以不相信没有阿尼陀佛 不可以不相信没有西方净土 我说,那个我看不到 我就是这样子对他讲 我说,那个我看不到 我看得到的就是你往生的时候 你别远给我看 真的是有阿尼陀佛来接你 真的有西方净土 我先去 那时候,他开始紧张 他回头,转不回头 他就跟我老爸讲 他说,哎呀,老爸哪,老爸 他说 而你就看我们这样子 赶快认真 不可以让他们失望 就是这样 每次回家我就问他 你能往生吗? 直到后来 悟行法师遇到他 还是这样子问他 老菩萨 你真的有把握可以往生吗? 他望着悟行法师 看了一看 我告诉你 我可以往生 不过 他讲的是朝语 他说,我也会讲 不过我也讲的 定不是非常的正确 他说,我的莲花呢 多么大朵呢?我不知道 可是我告诉你 我可以往生 莲花大朵小朵 莲花是什么呢? 这个是品味嘛 就是念佛功德分前 不过他告诉我们说 他一定能往生 那时候我们 摩尔本信中学会 各个都知道说 他能把握往生 所以各个遇到他都讲说 老菩萨,不要死,我们失望 我们各个等看着你 所以就是在那个五年前 他也往生十五个年了 2006 2006 2006 六年前 2006 他原本他的生计呢 是在九月份 那时候呢 我和我妹妹 我就简单讲了 我把一个求意的事情把它剪断了 我们原本是和我妹妹 打算是要去游玩 第二个地方 没有打算要到澳洲摩尔本去 然后呢 一直就是找不到 一直找不到 要到哪里去都不成功的 我那时候心情就开始很紧张的 那就有一种意感 我告诉我妹妹说 不要再找 我们就是回澳洲 这一方面呢 很接近我们妈的生日 我说 回澳洲了 帮妈妈做生日 那天打电话回去 我告诉我妈 我们就回去帮你做生日 他准备讲 他说 孩子 他说 我已经不做生日来很久了 他说 从我八十一岁过后 我就不做生日了 我说 这个是你九十一 他说九十一不做 他说九十一不做 八十一做过后不做了 我说不要紧了 我们就回去看 你们回来看我就好 然后呢 在九月 他是八月份往生 在五月份 他赶紧打电话 告诉我 叫我回澳洲 他那时候已经是一支十支 他叫我问了有空吗 回澳洲 我说 哎老妈 我说 我刚刚回来 我回去看他过年 过年好像回来前面几个月而已 我说老妈 我刚刚回来 你怎么就遇见我去呢 他前面讲他说 哎对呀 你也是刚刚回家 我问他 不过我一这个就讲起来 他已经九十几岁了 然后我说 我说你身体好吗 有什么事吗 这里有什么事吗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爸爸呢 那个爸爸也平安 我就想看他讲说 好了就这样好了 我答应你 今年年内我一定会去看你 我说好好好 然后就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的心情就开始就很 有什么很不安的那种感觉 一直是想说要回街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跟我们 我的妹妹讲说 不再找里点的 景点不再找的 我们就去回街了 后我就告诉他说 我们去回街 他很高兴他说好啊好啊 八月份 他是八月九号往生 我们约定的是 我妹妹呢 是七号从法国出门 八号来到泰国 我在泰国八号跟他一起出门 我们到达末尔本的时间 是末尔本八号晚上 是二点 因为他们的时间比我们快四个九十 所以他在那天 刚好七号的时候是星期一 七号是星期一 他早上起床后 他就告诉我姐姐说 你到我的床里 布置一下 我要往生的 你把那个床布置一下 然后打到信中学会去 就在同旧来帮我祝念 我姐姐听的手满脚乱 什么什么 你说你要往生 是啊我要往生 他很镇定没有什么 他说是我要往生 你把我的床 把我的床移出来 放到中间 然后呢 祝念的人呢 可以围着我 摇摇着我 然后打电话到 进中学会去 就再祝念 因为星期一嘛 这个都是工作 所以他们有祝念团 就打到祝念团团组去 然后祝念团组去 祝念团组去 他就会去 号召一下没有工作的人 先来祝念 我姐姐说 我怎么样讲呢 一个妹妹在法国刚刚出门 她说还叫在飞机上摇 你接着说你要往生了 你这样我两个来到这里 都看不到你的怎么办 她想说 对呀 他们两个都要来啊 好好好 我等他们两天 我等他们两天 我姐姐想说 你现在你身体已经健序了 她那时候身体已经还死肌肉了 可以不可以 到医院去 给她给你那个oxygen 给那个氧气啊 她说 我答应你到医院去给氧气 不过你要跟医生讲 我不准许 就这任何的药物 就是给这个oxygen而已 然后呢 到医院去呢 她就这样被医院指示去 那时候呢 镜中里面 苏联师姐啊 那个还顾着人很多 跑到医院去看她 她精神很好 她还在吩咐他们说 你们以后的净土呢 那个镜中 结会呢 那个行程啊 她的那个宗旨啊 该走的啊 她全部都吩咐好 然后他们就问她说 老菩萨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你还有什么想要再吩咐的吗 她说没有了 因为我看你们工作的表现 还有到场的行程 规程什么都很好了 所以没有什么 必须要再另外的更改 就照着这样的 就走下去就对了 然后呢 她就叫着指着 林师宗 林师宗她说 你不要忘记来帮我打法器 因为她打法器得很好 你不要忘记来帮我打法器啊 还有你啊 你不要忘记来帮我祝恋啊 她一个一个的吩咐 就是这样 后我们8号呢 我们到阿摩阿本的时候 已经很夜了嘛 假期好 假期之后 才知道说妈妈在医院 我们赶到医院去 那个医生呢 因为她白天讲话太多了 那医生给她 她正经济了 让她睡去 那我们到了医院 我们叫她 这种也是一种缘分 我说可能也是阿摩阿摩安排的人 为什么呢 如果她看到我们姐妹 是从未过来的 她会让我们喊很多 会喊很多 会搞认她的那个 她自己要往生的那个意念 她一直就是睡着 我去叫她 她也没有听 我去搂她 抱她 我告诉她说 我们回来了 然后我们就回家 她在凌晨三四点 她就醒过来 姐姐就告诉她说 妹妹来了 她说 好好 明天一大早带我回去 我要在医院往生 我不在医院往生的 哦 好了 第二天呢 一大早 你知道澳洲的工作 就像老大师讲的一样 澳洲人工作呢 速度非常的慢 九点开工呢 还找不到人 医治呢 拉到她的那个救护车 他们要使用救护车 载回去了 这一点才有救护车 所以呢 这一点才从医院出来 医院呢 离我们很远了 因为我们澳洲的医院是在城市 他们澳洲人 居住的医院呢 是在外围 他们的 他们都有分开的 都有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了 所以她回到街里已经很 街边要十二点了 医院的车人来到门口呢 他们把她放在那个病床上 吹进来的时候 我老爸很紧张地跑去 就复卸神就和她讲过 我也奇怪 为什么当初我们怎么没有去 我们一直就是 自己是站在门口那边 要等于接她进家嘛 也没有说像老爸这样跑去 只有老爸一人跑去 然后就覆下头来 然后他就和老爸讲的几句 或者我也不知道 过后呢 他一直不睁眼 嘴里就是一句安律法 他就不睁开眼睛 不看任何人 不睁开眼睛 就是一句安律法 一直把它放到床上 我把枕头垫好 因为他年纪很大 他背很活 他背活 所以他不能平睡的 所以把枕头就垫得很高 尤其是我每次去 我都知道他睡的姿势 是什么姿势 所以我垫了三个枕头 把它放安好后 我问他叔父吗 他点点活 然后我们就 赶快就不敢动它了 那时候没有谁敢动它了 把一条棉被盖上去 因为天气很冷 这也是他的一个因缘的 他们的好意 因缘元素 天气很冷 我们就围着 围着他的床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他一直也是念阿弥陀佛 他呢 因为我们的阿弥陀佛呢 最终嘛 越念就是越快 然后呢 要往生人的越念 去越短 就念的人要记住 往生人的去越念是越多 越念越多 就越慢 越慢 我们还是念得那么快 因为我不念他的床头 我看着他 我就赶快弄了那些痴痴 听了我跟他们讲 你们慢下来 你们慢下来 因为我们看着他的嘴 跟着他的嘴 他用他的嘴型 他已经发不出声了 阿弥陀佛 那个嘴型呢 很清楚的表演 我们看 我们就跟着他 就这样念 思念往生是真的有哈 同修们 他就是思念 用他的嘴型这样的思念 我们说的很清楚 到底思念了 他就停 到底思念他就停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开始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就赶快的 就立刻就把地中打坏了 那时候我们就把地中打坏了 一地中打坏的时候 就是念得很坏了 佛教僧就接墙了 那时候佛教僧接墙 因为当初是要跟着他出生了 生意就沉 又慢 所以一看到他一停 我们地中就赶快打坏了 然后就把生意调上了 就念得很快 然后 他是中午十二点半往生 我们一直就念他到第二天的十二点半 那个帮打地中的那位师僧 那时候就站了上来 就把泥头被打开 然后把他的手就拿着桌上来 跟生的人一样 那个手很软 他的皮肤还有弹性 你拿手去按他的身体的肌肉 你按下去弹性 不是说按下去就沉得去 有一次是往生后 你按下去就沉一个洞 你按下去他的肌肉 还会背后严重 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样不可思议的时候是 为佛了 就在尸体 因为我们没有即刻把他火火 要七天后才火火 然后呢 他们走后 妈妈的一个很好的同餐 就是认识妈妈认识政府的这位同阿姨 同阿姨告诉我们说 妈妈的预线很好 身体也很好 他说 我想留他多一段时间 你们认为由何 他放不下妈妈 他很爱妈妈 我们听来见见 我们当然做子女已经很高兴了 我们说好好好 那我们今晚再念多一晚 我们就 十二点之后 我们继续再念 念多一晚 念到十二点早上 九点多 我们就打电话到殡仪馆去 让殡仪馆的车子来接他去 那时候他说 你还是一向都流远了 没有回应 到殡仪馆后 人家把他放到那个 放在一起 好像那个冰柜 对了 风房 风房 就是在四度的风房里面 零下四度风房 放了五天 第七天 我们是要帮他 又练 帮他换衣服又练 那时候 已经是给他穿好的祭祀装了 我们是要给他穿上了一套海旗 我两个弟弟就帮他把海青穿上去 我就问我弟弟说 妈妈的身体还很流远吗 我的弟弟就把我妈的手拿上来咬我 他说你看还是这样 他说 五天的冰柏 那个工房 四度以下的身体还流远 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所以墨尔本静中学院里面的所有的重修 他全部都度了 是不是 度了我们就在指你 他表演得很好 但是表演得很好 所以穷得往生后 我回到我自己的家里 回到公司 我把全部的工作放在我退休 那时候 因为这几年纪也开始大 已经接近六十岁了 那时候已经五十岁到六十了 跟我孩子讲 你们做了 妈妈退休了 他说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要CMI 我跟他讲说我要CMI 我说我要CMI 我现在开始念了 我要CMI 我现在来往生说 CMI CMI 念到CMI 后来呢 孩子看到我 脚腕都是在工房里面 他说嘿嘿嘿 有点不对 他说 他也叫我 他说老妈老妈 你会不会太过硬 太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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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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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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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就是我 我修行的一个难求就是 我的先生他孩子呢 还不肯接受 我告诉大家 我现在我的修呢 是可以讲是很避开人的 他们不在我就敢跑进佛房 晚上来吃以后我才进佛房 早上去上班我就搞错了 好了 就是这样的简简单单 向大家报告说 我净苦法门真正的有 我们可以做到自知实质 身无病苦 心不贪念 亦不颠倒 柔又禅定 佛籍慎重 守之金台 来迎接我 一一念起 生祭乐佛 花开见佛 一闻佛称 顿开佛法 广度众生 满菩提愿 讲得从阿弥陀佛来接 这个也是真的 因为呢 老妈就是阿弥陀佛真的来接 因为有一道火星的路 一直到他的窗口 有一道光 不是一道光 一道香火的花香 是一道香味 一道就从大门家 就一直来到他的光 一阵一阵 不是一阵 一道 一道 你走过旁边没有 就是走在真中间 就是这一道 所以 一道就是一道 很不可思议的 很不可思议的 好 阿弥陀佛 打扰大家的时间